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胶 浓 重 淡 轻 这是色阶 用它的构成搭配 使画面形成节奏和韵律 六彩是指黑白浓淡干湿 使画中用墨变化的要素 使墨具有丰富色彩的表现力 墨法就是用墨的技法 墨法离不开水法 它直接关系到用墨的效果 沾墨法即调墨的方法 一般要求笔头上的墨不能太均匀 要有浓淡干湿 这就要要求我们研究沾墨的具体方法 首先我们要了解笔端沾墨 毛笔沾水后 水量要适中 然后在笔的前端沾墨 在条字盘上按一按 调一调 使墨色从笔端到笔根有一个由深至浅逐渐的变化 无论是正风侧用 还是侧风用 都会出现浓淡变化 笔腹沾墨 笔腹沾墨是笔沾水后 用笔腹来沾墨 然后在调色盘上调一调 使墨色从笔腹至笔端 由深至浅逐渐过渡 正风使用和侧风使用的墨色效果 与笔端沾墨的效果正好相反 这两种沾墨是极为常见的方法 笔侧沾墨 笔侧沾墨是先沾弹墨 并将笔头压扁 然后在一侧或两侧沾上稍微浓一点的墨 这样画出来的线一边深一边浅 或者是两边深中间浅 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在笔腹两侧沾墨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常用一侧沾墨的方法来画枝干 藤蔓 用两侧沾墨的方法来画竹干等等 沾水法 沾水法是用笔沾浓墨后 笔端在沾水 墨被水冲向笔腹 使笔风至笔腹 油浅 渐深 可以连续的用沾水法来做画 笔端沾水和笔腹沾墨都是笔端浅 笔腹深 但是笔端沾水画出的形象更显得光鲜透明 常用这种方法来画竹子 葡萄 兰花和花瓣 小鸡 小鸟等等 滴水法 滴水方法很灵活 先沾浓墨 需要笔的哪一部分汪一些 就用另外一支笔沾上清水 滴在哪个部分上 可以多次滴水 可以将水滴在笔根或者笔腹的一侧或两侧 使水墨和谐 滴水后笔中的水分较大 画出的轮廓 较模糊 用墨法 用墨法是指在纸上运用墨的技法 包括用水的方法 与这墨法不同的是 用墨法是在纸上做文章 用墨法有 破墨 积墨 泼墨 浇墨 冲墨 水渍 肾墨等方法 破墨法 破墨法是通过墨与墨的冲撞 肾化 使原来的墨迹产生新的变化 具体方法有 以浓破淡 以淡破浓 以干破湿 以湿破干等等 积墨法 积墨法 积墨通常是由淡墨到浓墨 以不同的墨色笔触交错 层层积上去 先用淡墨化 干后或者九层干 再往上村点第二层墨 一遍一遍积上去 直到满溢为止 不可以平图 要见笔 另外一种方法是按着虚实直接落墨 然后把不足的地方一遍一遍的积染上去 泼墨法 泼墨法是用极湿的墨 用大笔 沾上饱和的水墨下比较快 慢则下比的墨水盛开不见了点化 等干或浆干之时 在搅淡的墨上再加上搅浓的笔触 使这一部分的淡墨增加层次 也有在墨未干的时候 即用浓墨去泼 水水盛开 可见韵质 或者笔头沾上淡墨之后 再在笔尖上沾上浓墨 错漏地点下去 一气呵成即见浓淡墨痕 浇墨 浇墨的水分很少 浓黑发亮 作画时容易出现非白 能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这种用过的方法不是靠浓淡干湿的变化来表现的 它是通过一些线条的粗细 轻重 虚实 来表现画面的空间和层次 冲墨法 冲墨是先用浓墨化 在未干的时候呢 用清水在墨上点 或者是用水滴在浓墨上 被水冲开的部位呢 墨色就会浅了许多 一部分的墨会随着水阴出来 产生出一些特殊的斑纹效果 增加了墨色的变化和趣味 冲墨可以一变 也可以数变 水字法 水字法是 落墨以后水渗出墨外 然后再接着画第二笔 这样第一笔落墨渗出的水将第二次落的墨排斥开 两笔之间流出水痕 渗出的水积越宽 水字效果越明显 通常用这种方法来画花冠 或者是禽鸟羽毛等 用笔时要一笔一笔的画上去 不可以反复的涂抹 渗墨法 渗墨法是用笔保占水和墨 落墨以后用力的重案 然后呢 反复在原地里提案 使墨呢 随着水渗化出去 提案次数越多 重案的时间越长 渗化的笔墨就越宽 渗化的外轮廓 变化丰富 厚实 而不呆板 墨染法 墨染法是墨中的水分要较大 一笔接一笔在涂上去 可以平涂 也可以分出深浅 墨色 和谐 滋润 墨染主要是为了表现物体的 阴阳 突凹 加强黑白对比 以突出形象的立体感 质感和层次感 想要墨染的均匀 也可以呢 用水先把纸打湿 然后用调均匀的墨平涂 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笔触 以上就是写一中国画常用的墨法 所有这些必须在实践中 多加理解 才能逐步的掌握 笔法与墨法是统一的 而不是孤立的 笔中有墨 墨中有笔 只有笔墨配合一致 相互生发 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 另外 如何用笔布的浓淡变化 来表现物体的虚实结构 存在什么地方 染在哪里 是我们下一节课要讲的内容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